沙漠玫瑰叶片插入香蕉中 用来繁殖承插 生根更快成活率高 一盆就能变多盆 沙漠玫瑰是一种比较好看的开花植物 养护的花油也是比较多的 那么今天我们说一下如何来进行承插呢 沙漠玫瑰我们承插最多的方式 就是枝条承插或者说是高压价接 今天我们说一个用叶片 也可以承插沙漠玫瑰的方法 首先呢我们截取下这个叶片 选择好叶片之后 我们找来一块小点的这个青橘子 在这个叶片底部去涂抹上小这个橘子的汁液 然后找来一个香蕉 香蕉皮去掉 把香蕉果肉呢去给它切成小块 香蕉肉呢有助于这个当生根液的效果 有助于这个沙漠玫瑰枝条生根 然后呢我们把它插入到香蕉中就可以了 连同香蕉呢一起埋入到土壤中 我们呢可以用输缩痛气的土壤 也可以用和沙来承插沙漠玫瑰 成活率呢也会更高 然后放到散光通风处 浇透水给它养护就可以了 20天左右的时间呢 叶片底部就能够生根 但是温度低的情况下呢 就不建议千叉了 因为沙漠玫瑰是比较怕冷的 天气暖和才更容易成活 喜欢的话可以点个关注 咱们俩下期再见 咱们俩下期再见